各位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和我一樣發現 自己幾個月前還在吃的便當小吃攤 怎麼如今一個格都紛紛漲價了 我和同事們最近都感嘆 錢包真的要縮水了 以前在南部還可以買到50、60元的便當 現在買個便當80、90元都要當成是常態了 近期中央大學也公佈了110年12月消費者信心指數調查結果 反映了民眾對目前物價不斷上漲的深度憂慮 而當民眾擔憂物價值值上漲時 財政部則大幅報導 110年稅收超增逾4000億,創下歷史新高 緊接著行政執行署也不遑多讓 宣佈成立20年執行績效已突破6000億 這些數字看在人民眼裡是什麼滋味跟感受 這些官員們知道嗎 超增與強制執行績效亮眼 錢是哪裡來的 當然是所有人民的口袋 所以這些數字同時也代表著 現實中人民稅負增加的問題與痛苦 我們不禁懷疑 當人民受疫情衝擊影響經濟 加上物價飛漲雙重經濟壓力下 官員們有沒有苦民所苦 還是眼裡心裡只有公權名利與獎金 而台灣的稅災戶,台灣的操徵情形 台灣的強制執行金額 數字為什麼都這麼驚人 其中存在許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今天我們就借著台灣最典型的法稅指標冤案 來讓大家一窺奧秘 讓大家了解為何超增這麼多錢 到底都是怎麼來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一段影片 我從他眼神裡面呢 看到一絲閃過一絲的陰影 他應該有養效過這個絲 我從他眼神裡面呢 眼神就可以判斷是不是要起诉你的话 那我们台湾就永无宁日 经过我们法院三省的定验以后 我们详细的论述 起诉书哪里不可采 所以监单位如果以这个起诉书 来作为磕碎的根据 我觉得是匪夷所思 是属于静思理 是属于证理而不是守得 就没有所谓的守得税的问题 你们可以到监察院的网站去看看 我有七点的纠正 每一个纠正的时候 国税局就说 啊我们弄错了 最终判决定验 三省定验也是太极门胜诉 我已经想不出说 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法治体系里面 还有哪一条路可以走 行政部门得以做行政裁量权的时候 应当要以人民的租税人权的保障 为最大的一个终止精神跟目标 只要看齐门的案子没有解决的话 根本租税就没有人权了啦 已经浪费了不少的国家的成本了 讲不好听这个叫动摇五院你知道 动摇国本 要求国税局依法要撤销威法 课税的质问你们都不理 你们很大呢 法院不管 监察院不管 我们立法院也不管 你们最大 请财政部在两个月内 对于本事件 尽速作与结论 这女性质 这方面也是 中期国际签上来 签上到财政部来 好我们就照着刚刚这个 这个次长的这样子的一个说辞 撤回是吧 好那我们就 由我们中期局正式签到部里面去 太极门在民国五十五年到七十九年 都没有税的问题 八十六年到现在 也没有税的问题 为什么独独针对八十年到八十五年 这六个年度要克税 数千人潮包围位于苗栗的拍卖现场 就算眼前铁门深锁 民众还是以静坐等方式 誓死保卫土地 上万人受害的太极门案件 医治新署依旧要拍卖太极门土地 居滑一笔十三年前 就有法院判决无罪的错误税单 离谱的行径堪称是 台湾奇观 八十一年度的税捐 既然是有问题的判决 行政执行署就不应该去执行它 那他们为什么要执行它呢 就是讲情的问题 如果太极门案件都会如此 那么一般小老百姓 会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一定会的 我们是乱顺医的 你原来我们总要看吧 当然我看 你从哪里来的 你是不是不信 你说 这样不应该算吧 说啊 所以不缠 不缠 不缠 然后女儿子 那 他说我们是这样 那 这就是 不缠吗 说啊 用不缠 怪我 太可惜了 但是呢 太极门案 85年12月19 查到 搜查到两本存在 61万 结果第二天的报纸说 太极门师傅 有诈欺收入 换 那个补习班的所得 31亿 然后呢 没有证据的 我就讲说 这个写小说 也不能这样推论 那个真的就是 所谓的栽赃亡法 还是 61万说 31亿 那都是凭空想象的 能够用凭空想象的东西 去给人家课税处罚 那这样还要 税政机关干什么 他已经有这个案子课税 非常清楚 确确实实 税务人员 就是税务机关 居政机关 非法课税 影片中大家可以看到 为了磕税 国家官员 致意违法 行为有多么的粗暴 蛮横 不惜开出违法税当 违法强制执行人民的财产 处处违法 却又没有惩处机制 太极门冤案 已历经超过25年 至今还未能得到平反 与二为零的过程 令人难以置信 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关键制 就是奖金 专家学者都指指 税灾放难的原因 就是因为奖金 接下来 法学教授 曾建源 要来告诉我们 造成现在国税局 与行政执行署 乱向的奖金制度 到底是怎么来的 今天 在21世纪 我们台湾所面临的 太极门 这样一个假案 我告诉各位 在白色恐怖的时期 为什么当时的党国 对人民的压迫 如此 他的鹰犬 如此不用其极 主要就是因为 有奖金制度的诱惑 什么样奖金制度呢 原来 当时有所谓的 减速匪谍条例 减速匪谍条例呢 所提供的检举奖金 办案奖金呢 是从这个被害人的财产 没收的财产当中 扣除一半 作为 办案跟检举奖金 所以 被害人 财产越多 就越容易成为匪谍 只要 有人检举 那么 那个被害人 就一定会成为匪谍 因为 检举匪谍条例规定 如果 诬告 检举不成 那么 诬告者 就以 他所诬告之罪 来定罪 也就是说 你检举别人是匪谍 结果他不是匪谍 那就变成你自己是匪谍了 所以呢 这就导致 当时 越有钱的人 那么 就越容易成为匪谍 因为 奖金是按照他的财产总额的半数来计算 后来这个制度遭到争议 遭到非议 就改成 三分之一 百分之三十 这是我们当年 白色恐怖之下 奖金制度 所造成的严重的流弊 但是 当时的国家 也利用这个奖金制度 它扭曲 用 去扭曲啊 那些官员的人性 让他们在面对 有可能的在职权 他的采取材料范围 跟他的道德的 抉择的空间当中 他让良心被狗吃了 今天 这个检举 奖金制度 并没有随着我们 白色恐怖 威权时期的结束 而消失在我们历史当中 各位 这个制度现在还在啊 在哪里 在国税局啊 在法务部的行政执行署啊 那这些是不是 按照我们现在政府的 推动转型正义的逻辑 这些是不是都要被除够啊 我告诉各位 当年 检举匪谍的奖金 是 这个 充公财产的 百分之三十 今天 查税的这个奖金 也是被查扣财产的 将近百分之三十 少一点 百分之二十七 我告诉各位一个惊人的事实 这一次在苗栗 在我的家乡苗栗 所要执行的这个太极门案件 他们 所这个核定的这个金额 他们所认定的金额 七千八百万 七千八百万 那 但是我们知道 二次流标 所以呢 由国有财产署 国有财产局呢 直接承受 换言之呢 就是这个土地呢 实际上并没有被拍卖 所以呢 并没有 国家并没有取得拍卖之后的 嫁金 所以我想请问各位 奖金有多少钱 然后奖金从哪里来 第一个 七千八百万的 百分之二十七 各位算一算 等于多少 两千多万 这是所有承办官员 可以分论的奖金 两千多万 可是 太极门的土地 实际上并没有被拍卖 那请问 两千多万 谁出 白色恐怖的遗毒 还在我们的国税局啊 还在我们的行政执行署啊 这是我们台湾人民的最后一战 为台湾民主的最后一战 各位 我们虽然很不幸的 我们两个月来 在街头 在台北 在苗栗 在各个城市 我们在进行抗争 但是 我们也何其有幸 在完成台湾民主的拼图的 最后一个行动当中 让我们有到 有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要好好把握 我们要好好的把这一战打完 这是最后的战争 最后的抗争 被压迫的人民 一定要团结起来 我要告诉老父亲 七十年后 我又站在这个地方 你当年向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挑战 今天 我向民进党的中华民国 一样跟你一样 当年同样的心情 同样的行动 在捍卫我们的台湾人民的 民主自由 人权 我同样跟这样的中华民国挑战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还是要按照法治的精神 来进行我们的抗争 我们现在要让我们今天的这个 假案 这个冤案 我们要让它遍地开花 我们要 我呼吁 如果你有能力拿笔出来写 在各种的网络媒体 新媒体 或者是这个部落格 或者是平面媒体的投书 尽量把我们的声音发出来 如果你是青少年 或者你是儿童 你也可以投稿国语日报 另外呢 我们各地 各地都有我们的地方议会 我们就这样的案子 我们向地方议会成情 希望他们能够体会人民 这样一个维护财产 维护人权的心情 因为我们要知道 再两年后 就是地方自治选举 我们来用这个事件来看看 有哪些地方议员 是站在人民的这个立场上面 来捍卫我们的权力 我们用通过这个方式 向地方议会来施压 来游税 让地方议会通过决议 要求我们的国家 中央政府 正式太极门 以及相关的这些税灾案 全面的检讨我们的税制 另外全面的平反所有冤案 在首都台北的 我们就继续包围监察院 继续向立法院陈勤 我们的战斗永不停止 我呼吁我们用沉默的力量 用一分钟 我们来集气 我们用来集气 希望来祈祷上天感动 来召唤所有这些官员的良心 让他们在今天 虽然这个案子已经走到这个程度 但是呢 就像所有白色恐怖被平反的案件一样 哪怕判决确定 哪怕财产已经承受 哪怕所有权已经转为登记国有 总有一天会回到人民的手上 谢谢 我们相信 柔弱必定战胜刚强 良心必定战胜欲望 谢谢 我们看到原来奖金制度是威权的遗毒 官员因为贪图奖金 扭曲了他们的人性与良心 才造成目前税灾犯难 严重操征的情形 其实要扭转这样的问题 也不是不可能 就是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 所以呼吁大家 全民一起来关心法税制度 当我们与二为零时 你我都不是局外人 我们需要您的一份力量 一起关注及转发这些讯息 让更多人知道 并遏止这些错误的行为 推动我们国家改革 健全的税务制度 才能稳定经济发展 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国家富强康乐 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听一首 良心时代的歌曲 期许我们国家官员 能用良心做事 让我们人民能幸福的 在这片土地上 和乐的生活 期许人人有良心 家家皆幸福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会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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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心时代已来到 人人都有好情常有 石龙龙上扬扬起 人人都能做好人 良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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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心依赖 良心在你在我心 良心天地在 良心好时代 好人一起来 良心向前勇敢做好事 一起把那力量传开 良心好时代 好人一起来 感觉向前勇敢做好事 一起把那力量传开 感恩天地心结 最初心心爱是人 爱与和平山花开 抱怨好与少年来 良心好时代 好人都能做好事 每天心 守护了信号 时代